你一定最愛是這個囉 你知道有一家就是很有名的 六吋的塔 我可以一次買三四個 然後自己一個人把它吃完 就全部把它吃完 因為它有不同口味 你就會覺得每個口味都想試試看 天堂也太可怕了耶 太厲害了吧 但是我是超級超級螞蟻人 所以就是你知道看到這些食物 就是非常的很難抗拒 那我跟你講 營養師 從吃的這個 其實都是所謂的地雷食物嗎 可是我覺得蘇打餅不是還OK嗎 這些食物真的是女生很難抗拒的 像營養師也提到的就是蘇打餅乾 我們都會比較建議吃原味 也就是你不要有一些添加物啊 或是一些菜類 或是圓巴或是起司等等的 因為對 現在蘇打餅 確實有比較多選擇的口味 有什麼胡椒麻辣的 真的會加個蔥的 對不對 對 它會越吃越刷水 那所以我們回到這邊來的話 它一些蛋糕 蘇打餅乾 都可以成為叫精緻澱粉 尤其像蛋糕 它經過高糖 或是一些翻糖等等這一些 它會跟我們身體上面結合之後 促進皮質旺盛 那皮質旺盛就會導致我們發炎 所以我們都會稱為說 這個東西叫做糖化 也就是說你吃了糖跟蛋白質 相結合在一起 這個反應會促成我們的老化 那再來就是蘇打餅乾 就是它裡面呢 剛才我們提到的 鹽分含量比較高 那我們都知道說鹽分 你會造成身體上的水分滯流 所以你會發現到你眼睛 為什麼隔天睡覺起來 很容易拋拋眼 水腫 臉也很容易浮腫 因為你 那你鈉含量過高 點無形當中就會攝取比較多 所以會導致我們肌膚暗沉發生 原來喔